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娜欣怡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岳阳跟张艺兴见到面了 我们欢迎累张艺兴 哈喽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艺兴 上一次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也听到了那时候小小的一些新歌片段 但是这一次是完整体的都听到了 我们先说跟LOVE合作的Run Back To You好不好 这首歌曲其实跟欧美的一些音乐人合作 也不是第一次 但是跟LOVE的合作又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跟他合作就学到了很多东西到他身上 而且他也是非常有天赋天分 然后呢他在做歌的时候一些理念和经验 也是我学习到的地方之一 可是我特别看到你们两个人的那互动MV 特别的可爱 就是在舞蹈这方面你应该是教他的那一个吧 没有我们其实也是互相的交流嘛 就是比方说我做了这个动作 因为我要我跟LOVE说 他也鼓励了我很多 就是比方说我说这个动作好不好 LOVE说 Oh I like this one I like this one This one's best 然后就是给了我很多鼓励 然后让我在这个编创的这个过程中间比较顺 因为其实如果LOVE如果觉得不好的话 也不能自然上调 嗯可是你自己觉得吧 在唱中文歌跟唱英文歌上面 有没有最大的差异点 或者他其中最大的难度 除了说语言上 同样的字数里表达的 同样多的意思 比方说如果我们中文表达的 我们成语表达的一个意思 他们需要用一句话来翻译的话 那这个其实在表达方面就会有困难 而且有时候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当你把很多的语言 然后因为自己可能懂的 中文啊英文啊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 还有韩文 就是你很多语言 全部在一个系统的时候 当你要讲的时候 有没有试过就突然间卡机 卡壳了 对对对 你有试过这样子吗 最近还会这样吗 语言系统突然间混乱的 因为我的语言系统本来就是中文和这个韩文嘛 然后呢 现在又多了一个在working on的这个 still working on的English 所以就是多了多了一三个体系的时候 就有时候你自己蹦出来的词 你也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 就是那种组合文字 你你原本有试过就是原本你要说的是中文 然后突然间你想不起那中文字是什么了 你想想到英文去了 有也还有想不起这个英文的 但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我的马来西亚的朋友 我马来西亚朋友会六个语言 就基本上我看马来西亚的朋友 马来西亚的人都会很多很多种语言 你的马来西亚朋友的六个语言 就是包括英文中文粤语 马来文英文还有韩文 还有还有对应该是吧 还有还有什么法文什么都也也会啊 我看看 不是每个马来西亚人会法文 像一星哥不要误会哦 我不会哦 其实歌词里头有一段就是 All I do is run back to you 然后感觉上好像就算是同样的 mistake 然后你也会run back to you 一星有没有试过可能就是 明知道有些事情它不是那么好的 它可能对身体不好比方熬夜 然后吃一些油腻的东西 你知道它是一个 mistake 但是你还是会重复去犯的事情 对我就是这我觉得人嘛 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人 本能的去会追求一些自己对于各种的需求 但是诉求吧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觉得主要是能够最后你run back to you的那个 you 它是一个right person或者是right对的人 是对的事情 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 可是在歌词当中类似的经验吧 就是你会是属于那种很执着于 如果错了一定要改正 还是说好错了 我们就让它let it buy let it go 那我觉得错了就改正 或者是错了就 let it go 这两种方式都可取 你不会太很挣扎 就是那种属于比较牛角尖这一型的 不会吧 看看什么问题上吧 不同的事情可能判断的标准不一样 那就工作上呢就是另外一讲 工作上就是很难搞 非常难搞 因为我希望出来的东西呢 一定是在当时当下每个人的最好最大值嘛 那当然可能就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我们的一张迷信片 我们那张名片吧应该说 我们那张名片 所以不希望去就是不认真的去对待歌 这一次这期间吧 张艺兴自己本身除了有run back to you之外 新歌也刚刚上下了嘛 对不对 要不要也说一下Psyche 对 Psyche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首歌 然后对 就希望用Psyche这样的歌给大家带来一些活泼 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基因 活泼的基因吧 把这个基因拆一份活泼给到大家 有啊 张艺兴不是一向来都有这一块吗 只是 最近年纪大了 活泼不动了 但是呢 我想告诉你们就是 虽然年纪是往上涨了 但活泼永远在心里 知道吧 男儿至死 算了别说这种话了 我帮你说好了 男儿至死是少年 对 没错 谢谢艺兴 谢谢